徒浪徒尽红尘俗世几多亿 清风湿 莹莹极尘 导情话成了一甘万字 女同房车新建厂房 于2019年底建成投产 新建厂房长290米 宽111米 占地面积3.2万平方米 建筑面积3.6万平方米 规划年产房车1万台 旅通房车新建厂房 共规划4条房车生产线 其中 C型及拖挂房车自动生产线2条 B型房车自动生产线1条 高端商务车生产线1条 各生产线按照线下分装 线上盒装的生产模式 准确高效地完成 宇通房车的生产制造 宇通房车新建厂房主线为 房车线上装配区 C型脱挂房车自动生产线 和B型房车自动生产线 均采用全板链式流水线装配 进行标准化作业 根据作业工序 将房车装配工作进行合理划分 从预装到整车盒装下线 C型脱挂房车自动生产线 共划分28个工位 B型房车自动生产线 划分17个工位 各工位职责明确 生产线定时走线 分段管理 准确高效 房车线上装配区的物料供给 采用精益生产SPS 成套零件供应模式 配备标准化物料车 物料可视化程度高 缩短物料存取时间 提升房车装配效率 房车线上装配区旁边为 线下分装区 包含家具分装区 抽拉舱 大顶分装区等 家具分装区 把胎料 封边 组装 入库等工序 划分单独作业区域 用标准化的作业区域和作业方法 保证产品的一致性 家具分装区 采用带有自动贴标功能的 自动上下料雕刻机下料 采用进口全自动封边机封边 采用冷压机 进行板材复合物 采用竖控多排钻 进行板材钻孔 实现了房车家具板材的定制化生产 家具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木屑灰尘 由进口集中除尘系统 进行吸收 过滤 集中收集存放 保护员工健康 维护自然环境 抽拉舱大顶分装区 规划两条自动化生产线 层压板墙体 大片泡沫下料 采用大型竖控加工中心 进行定制化下料 洗槽 电铁粘接通过激光投影仪指引 不需要人工测量尺寸 确定位置 楼洗雕刻及打磨产生的粉尘及碎线 由进口集中除尘系统 进行除尘处理 经滚筹运出后 进行大顶 测尾等大件物料分装 抽拉舱 大顶 玻璃缸整体原弧底 层压板墙体等大件物料 在装配线下完成内饰 家具分装后 通过KBK航钓 真空吸盘钓具等专业设本 运送至房车线上装配区 进行合装装配 在提高大件物料装配效率的同时 又可避免在运输装配时划伤 房车完成整车装配后 进入检测交车区 与通房车通过18项整车性能测试 沿把房车质量观 检测交车区 分静态检测和动态路式检测 静态检测负责房车内外式检测 水电路检测 金鼻子环保检测等 质检人员通过细致入微的质量检测 找出车上存在的瑕疵 经整改后进行二次检测 合格后方可进入动态路式检测 不把市场当试验场 要把试验场当市场 与通房车通过动态路式检测 模拟房车真实行驶环境 通过高环爬坡等多路况试车道检测项 检验与通房车的整车稳定性 通过淋雨检测 检验与通房车的密封性 通过双轴自动检测 抖音